由一群唐世正孩子组成的梦天使乐团 透过表演在舞台上找到了自信与成就 这一天他们也来到了大理菩提仁爱之家 要将他们辛苦练习的成果与长辈们一同来分享 聆听着曼妙的乐曲 长辈不仅听得陶醉 还跟着节奏来打拍子 团长表示唐宝宝因为有着先天上的小缺陷 练习的次数常常是以千百次来计算 但是对他们来说能够站上舞台 听到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快乐的一件事 悠扬的陶迪月音在仁爱之家中飘扬 没说你可能不知道 这美妙的旋律 全来自台上这群由唐世正孩子组成的梦天使乐团 这是他们第九站的公益巡演 来到大理菩提仁爱之家 透过演出让长辈和团圆都收获满满 我们唐宝宝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活力 让阿公阿嬷非常的快乐 然后展现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可以让他们展现 尤其我们在是爱的巡演里面 我们平常我们的小朋友都是 个别的表演都很多 他们是街头艺人 可是透过这一次当街儿 我今天看到我们唐宝宝有的人是 他们学习以前人家的优点 每一位同学 我今天看到几位同学 以前没有了 现在更能够展现他们的活力 这群孩子平时都是个别在街头演出 难得聚在一起团演 团圆们彼此学习优点 甚至比以往更能展现出活力 团长表示 唐宝宝的孩子在手部与智力方面有小缺陷 因此练习逃底的次数 常常是以千百次来计算 虽然练习辛苦 但是能涨上舞台 听见观众热烈的掌声 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 表演就很好 表演就很自然 很活泼 很自然 其实我们这些宝宝 他们都能够有模仿的人力 那他们看别人呢 在跳 在吹奏 那其实他们也会互相模仿 那国权呢 他其实就是 看大家这样子在跳舞呢 他在 平常在表演的时候 他就会呈现出来 在他街头表演上面 他会呈现说 他看到别人的跳舞 他会去模仿他们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 模仿的动作 孩子是团圆之一的江爸爸表示 汤宝宝彼此会互相学习 模仿 透过这样一次次的表演 让国权也渐渐变得活泼 每次都有所进步 不论是说话方式 还是外在表现 透过在舞台上的演出 不仅让他们能走出户外接触人群 同时也在每一次的表演中 找到自信与成就感 记者 纯昭安 台中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it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